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终于等到我向美商Cosex海盗船商街的iQ-Link全新智能电脑设备整合系统 记得在今年的台北电脑展海盗船展示这一套系统 真的深深吸引我的目光 使用非常简单串接方法 通过一条电线连接到下一个设备 让你可以轻松控制机壳散热风扇 AIO一体式水冷散热器等多项产品 让你可以更加速整洁的组装你的电脑主机 相信有组过RGB关爱主机的你 都对这多达14条以上的风扇RGB串接线 和电源线的地狱般理线折磨一定是永生难忘 而且最怕是只要有一颗风扇故障坏掉 就会有无穷止境的线路 要去查是哪一条线路在哪一个位置 真是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杂乱到剪不断里还乱 但这一切问题只要你改用这海盗船 IQ-Link 智慧型套件系统都能迎刃而解 好那先从QX120 RGB风扇开始介绍 因为我看其他YouTuber都是开箱黑色款 所以我是商界的白色款来开箱测试 也让我多等了一个星期 它有出售三颗一组和单售一颗风扇包装 首先是介绍这三颗风扇包装组 哇这整盒拿起来的感觉非常的有份量也很沉重 而且包装盒子做得非常高级 用料如同礼盒般 结构扎实运送让人安心 在盒子正面大大秀出三颗白色风扇实体照片 在右边则是产品名称 和支援iQLINK的系统标章 而在背后有产品资讯和规格介绍 打开上盖后 这三颗风扇已经串接组合在一起 要把它们拆开分离单独使用也非常的简单 只要把两者向左右轻轻推开 就可以各自分离独立 再用电缆线延伸到不同位置使用也很方便 而它的接口部分是有带磁漆让你连接更加稳定 在风扇左右两侧都有设计连接孔 所以这三颗风扇套组你可以任意摆设 不用限制位置顺序 而在风扇上部连接孔是作为加强结构稳固插槽设计 下方孔位则是串接电源和RGB单效讯号连接孔 它使用的连接器是有电路设计 上下两者是完全不同样式 使用安装时要多注意一下 QX120RGB风扇是使用PWM控制 可以精确设置风扇转速 最大转速可以达到2400RPM 采用磁旋幅轴扇设计 特殊圆顶设计降低接触面摩擦更小 让寿命更长噪音更少 每个风扇也都配有温度传感器和专用MCU 在系统低负载下透过开启LELO RPM模式 完全停止风扇转速达到极致静音效果 再来是IQ-Link系统控制盒 在背后采用磁吸式设计 方便你固定在机壳上面 在左右两边插座能各自串接同步控制到7个设备 所以一个控制盒最多能控制14个IQ-Link设备 接下来在左下方盒子里面有 电源转换线、USB控制讯号线、 风扇固定螺丝和串接电源孔保护盖 而这IQ-Link系统控制盒是需要插显示卡的6PIN来供电使用 在控制转速和设定RGB变化是需要占用到你主机板上USB2.0插座 一定要再三确认你的USB2.0插座够不够用 最后这一盒是用来串接风扇和控制盒的电缆线 里面则是附有一长一短让你自由搭配 在长的一端和短线头两端也贴心采用L型插头 让你在狭小的空间穿梭自如也方便理线 而所有风扇供电和RGB单效传递只需要用这一条线来整合 让你告别杂乱线材理线整线的痛苦问题 再来是单一包装风扇组 整体设计风格语言和三风扇套装组大同小异 也是正面秀出白色风扇实物罩、产品名称和IQ-Link支援标示 背面有产品资讯和规格介绍 打开上盖后 里面这一根QX120 RGB风扇上面已经把连接组件都插好 接着在分层区里有附上风扇固定螺丝和串接电源孔保护盖 但要注意一下它是没有附给你串接用的电缆线哦 所以这单风扇主要是作为扩充套件用 你没有IQ-Link系统控制盒单独购买也是无法使用 接着是IQ-Link H150i RGB一体式水冷散热器开箱 我上届是白色款360规格 它还有240、280和更大的420规格 请照你需求选购就可以 在它水冷排上方已经预宣安装好 三颗白色QX120 RGB风扇 这两条水管长度也有加长许多来增加你安装上自由度 在上盖商标装饰牌是用直锡式固定 强迫症的理 永远不用担心它是颠倒无法转正问题 水冷头的供电线则是隐藏在套管里面 来营造无线整洁的外观 水冷头底部也预宣涂好散热膏 直接就能上机使用 水冷头固定扣则是预宣安装好Intel CPU系统 如果使用不同系列CPU 请再自行替换它的配件包 而它也附上一颗IQ-Link系统控制盒 电源转换线 USB RGB讯号传输线 两条一长一短的电线 只差别在于它会再附一条来连接 CPU散热风扇感知线来同步主机版使用 大致使用安装上都非常的简单方便 完全如同主打 只要用一条电线就能完成所有的设备安装和控制 完全没有什么困难度 那就先开箱介绍到这里 快来把它上机安装测试看看它的效果吧 在这次测试机台主机版是微星MPG-Z790 Carbon Wi-Fi 搭配CPUIntel 13代Core i9-13900K 记忆体我一样早有支援IQ功能的 海盗船Vengeance RGB DDR5 6000MHz 32GB套装组 主系统MR2 SSD 也是海盗船MP600 Pro LPX Gen4 ETB 它是有自带原厂散热器使用 读写速度有7100MHz和5800MB每秒 显示卡数微星Gaming X3RX690 XT16GB 可以放松一下 车达到水外的水,最后的电池 可以放松一下 车达到水外的水,最后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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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出了水,最后的电池 转出了水外的水,最后的电池 好 組裝完成快的開機測試吧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那來分享我的組裝心得 真的從來沒有在組裝RGB光害主機如此輕鬆自如 少了多達14條以上的RGB線和風扇電源線路理線折磨 單單靠一顆控制盒和兩條電纜線左右咔嚓連接上完美解決 真的讓人感動到想哭啊 如在做風扇清理或是維修也是方便簡單到不行 只要4顆固定螺絲放鬆連接電纜線拉起就輕鬆拆下 和以前還要找出它的RGB線和電源線在哪裡相比 IQ-Link系統的工作效率是整整提升100%完全是輕鬆秒殺 接下來我們下載安裝海盜船自家研發的IQ軟體來設定機格風扇RGB燈效 但我必須承認這個IQ軟體的RGB燈效設定真的是五花八門天馬行空 一定都能創造出你想要的風格 就連單獨指亮一顆或是指定位置使用也沒有問題 如果懶的設定也有內建預設燈光模式 一定都可以找到你喜愛的效果 再來是它獨特的閃屏模式 唉可惜呀我的相機等級弱了一點 沒有辦法完整拍出它的實際效果 如果你有機會一定要去店家看看實務展示 非常有創意 它能讓風扇頁片向停止轉動靜止在那裡效果 還能設定瞬時針或是逆時針的轉動的三種模式可選 再來是它每個智能風扇都配備溫控傳感器和專用MCU 你可以在每個風扇設定不同轉速風量 來達到你所需求的散熱和靜音平衡點 那再來測試一下實際散熱表現 因為測試的CPU是i9-13900K 發熱量真的不能小看 所以我把風扇轉速都設定在均衡模式 如果你不怕吵 要設在極限模式 讓跑分再漂亮一點 我也不反對 可是在水冷頭轉速 我卻是建議你一定要設在極限模式 因為它是直接接觸CPU 大火爐位置 散熱強一點 測試也安全一點 目前這樣設置開機待機風扇噪音約在42分貝左右 整台電腦主機非常的安靜 配有溫度傳感器和MCU的QX120 RGB風扇 真的不是在唬爛騙人而已 安靜度非常好 首先在IDA64單燒FPU和4Mark顯示卡燒機測試 結果當按下開始鍵3秒內 CPU溫度馬上衝上100度 CPU的Package功耗也來到300W左右 CPU目前頻率大核能在5.3G 小核是4.2G穩定的寸跑中 也還沒有出現大量降溫降頻的問題 此時顯卡燒機溫度約在82度 機殼噪音風扇也來到60分貝左右 這微星Z790主機盤 表現非常的好 幾乎是前段班的水準 再來是遊戲測試部分 在3DMark Time Spy Extreme更高強度版本測試下 最後得分有10229分 唉…這是第一次看到我手上這張RX6900 XT顯示卡 第一次沒有破1萬分 看樣子可能是散熱膏 而散熱貼有點乾掉老化了 差不多要送回原廠保養了 但在CPU得分卻是有12584分 預估的遊戲效能畫面幀數可以到190FPS 想不到在華麗酷炫的IQ-Link散熱系統下 能再把效能往上提升一個層次 真是不錯喔 在美麗的外表下 還有超強的散熱實力 沒有滑而不實感覺 最後在多方面組裝和測試下 其實可以很清楚知道 美商海盜團Corsair IQ-Link智慧型套件系統 是在主攻面向高階 喜歡RGB酷線光害主機 又害怕理線折磨的玩家 你只要通過一條電纜線 就能輕鬆連接控制 機殼上所有的RGB風扇 和AIO一體式水冷散熱器等多項系列產品 加速簡化減少你組裝電腦理線的痛苦 只要簡單步驟咔嚓咔嚓插上電纜線 鎖上固定 再安排好系統控制的位置 就完美結束打完收工啦 但如此完美的結果 就是它的售價真的不太便宜 所以在組裝電腦預算規劃時 要多方考量一下 野蠻希望海盜船可以規劃下放IQ-Link系統 在生產製造出中階價位版本 來造福一些有預算考量 又不想被RGB線和風扇電源線 理線折磨的RGB光害主機愛好者 可說是讓這些人 脫離地獄般理線折磨的救世主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對美商海盜船IQ-Link 智慧型套件系統有什麼不同看法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也請多多幫忙按讚和訂閱 讓我可以更快點達到10萬訂閱獎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們下集影片見啦 所以影片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和分享 也記得把你的鈴鐺打開哦 這樣隨時才可以收到我上傳的最新影片 掰掰